上班 下不完的班 上班主動的事 上班這檔事 上班主動的事 各位愛吃滷蛋 可不可以 茶葉蛋 就是不想被罵笨蛋的上班族們 今天發生什麼事 上班的上班族 上班的上班族 要聊什麼呢 我不要成為職場上的 大笨蛋 好棒 好棒 其實今天要錄這一集 我昨天晚上就緊張 拉肚子 真的很怕被人家罵笨蛋 你是覺得惡魔要來還是什麼 我要拉肚子 很有機會被罵笨蛋啊 壓力好大 對齁 因為你自己是老師 應該也沒有人敢罵你笨蛋 其實老師 然後當了20幾年的老闆 比較少有機會聽到 很怕今天就過了 我覺得你一輩子應該都沒有被罵過 你看北一女 台大 現在自己當老師又是老闆 誰敢罵你 可是我覺得我今天即使被罵笨蛋 我都會覺得很爽 我跟你講今天 這位來賓 這位大師 打我罵我 我都可以跟他說謝謝 因為未來的機會也不多了 我一把 碰面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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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難得能夠這樣 千請萬請 碰起來我們集合目 是的 今天要正宗的歡迎我們的大師 好 我們要歡迎 全台灣最有資格罵別人笨蛋的 李敖先生 李大師 掌聲 不再熱烈 千千 再這樣一輪 大師 這樣應該會罵我們笨蛋了吧 不是不會罵 不是少罵一點 那我們李大師 這個你笨蛋 這個你笨蛋 笨蛋是指誰 笨蛋是指 只看日本書 而不跟買的人 那買了你的送以後 就不是笨蛋了嗎 笨蛋的程度會減低 那我想問一下大師 這一輩子有被罵過笨蛋過嗎 應該沒有人敢罵你笨蛋吧 沒人敢 因為他罵了我以後 我會 搞砸 搞砸 小朋友都知道 得罵了我以後很麻煩 因為我會沒完沒了 很像得罵了猶太人一樣 其實我真的比較好奇 是養生之道 您剛節目之前就跟我們說 您的這個已經76歲 可是您看起來只有56歲 哇塞 十年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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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真的 這精神那麼好 因為罵人也要有力氣啊 是不是為了留自苦元氣 然後可以罵人 我有很多秘訣 其中一個秘訣告訴你們 我少吃一頓飯 夜裡不吃飯 晚上不吃嗎 我那現在還沒有吃午飯 我那午飯都是三點鐘才吃 是經濟狀況有問題 不是不是 養生養生 每天是這樣子一個生活 養生就是少吃一頓飯 對身體特別保養 對 因為我們 因為我的敵人太多了 我也有一個重要的 我就說 重要的使命 就是要活過我的敵人 他要撐著這個 這股元氣來對付敵人 如果說敵人多的話 現在 李大師有多少條案子 還沒有結束 被告比較少了 自從我告了 立法委員 214個立法委員以外 我在立法委員 有215個人 我告了214個 不能告自己 不管黨派 不管顏色 你都告 真的被告 那這種心情是怎麼樣 那一次被告他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覺得很快樂 因為很快樂 淡季被告缺貨 一次被我抓到了 214個 好爽 可是我聽說 李奧大師好像還是有他的那個 招門 聽說您對美女下手特別輕 像小S你就放過他 所以我們今天前兩排都排美女 我放過小S 結果有一個人 在報上發消息 這個人叫黑人 我有嗎 我撿起來了 被點名了 我有嗎 你不要 不要為難小S 好意了 因為像上班族常常被罵笨蛋 那大師對笨蛋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咦 買不買這本書 所以他們買了就可以升等就對了 會升等 這本書就是 治療笨蛋專書就對了 我覺得上班族 應該常常會碰到這兩個字 曾經被罵過笨蛋的 可以分享一下嗎 C7 其實我做任何事情都非常謹慎 唯一因為我做成衣已經是七八年的 那我唯一被罵笨蛋就是 有一次那個立委選舉的時候 我們知道李曉大哥有選過立委嗎 那一定會 會做一些 團體的背心 那背心上面不是有號碼嗎 對 那我剛入行的時候呢 我們老闆就交代我去做這件事情 結果他對方傳真過來的時候 他的號碼是三號 結果好像傳真過來有點太模糊了 結果我幫他定做變二號 結果 這很嚴重 那個量是幾件 差不多七八千件 就是他們要競選立委 我的天啊 而且有時候還不是說你重做 你時效可能來不及了 可是 像我那麼聰明的人 我就找一個比較補救方法 所以我擺到線 沒有我就補救 補救我笨蛋那個不足的地方 我就做一個貼紙 就那貼紙把它貼在上面 本來是二號嘛 我把它蓋上去 把它蓋他們去 後來那個當選了 沒有當選 就你出眉頭 等於要三號變二號 小紅妳也被罵過笨蛋嗎 有啊有罵過 因為我做 因為妳臉就蠻笨的感覺 我很聰明的 可愛可愛 就是我們電子業 我是做那個風扇的 就是裝在電腦裡那種 那種風扇有馬達 它有一個很小的零件 是防止它的馬達流出來 可是它很小的零件常常會被忽略 所以我就那時候又很想睡覺 我就忘了裝那一小塊 真的很小 小到要用鐵去吸它 因為太小的時候拿不起來 我就忘了裝 他們在測試的時候 那個轉的那個東西 就因為漏油 就整個就炸掉 就壞掉 那一整批 因為我沒裝那一小 那個零件 所以就整個就化掉 我天啊 那整條生產線那些都不吉 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那一批的風扇 就整個都不能用 老闆就罵我 你是廢物嗎 因為我們還有分大廢物跟小廢物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還是大廢物 他說你這個廢物 什麼時候才能生成小廢物呢 你怎麼會這麼笨 這個都不會裝你 那時候到底在幹什麼 你當下有哭或者難過嗎 我當下就愣住 可是那時候 我還是很想睡覺 我就 嗯 我也沒有意識到到底它多嚴重 碰到你這種員工很麻煩 可是我覺得這樣好 不是要臉嗎 還在睡覺 剛好啊 我是樂觀 這樣才不會當場哭 對啊 好 愛麗絲呢 妳有被罵過嗎 我 蠻少的 她看起來是很精明 因為她交男朋友 她要叫男朋友先簡報一個小時給她 然後她才考慮要不要交往 對就是我們應該跟人家講話 剛剛立刻 像李堯大師你這麼忙 我相信你應該沒有很多時間跟人家聊天 所以像我要跟你講話 我應該是要立刻的切入重點這樣子 是不是呢 對不對 你同不同意 我就是覺得男朋友要 對 我昨天被攻擊耶 對我被攻擊 然後我就覺得 我很忙 那你要 這麼多人在排隊 那你是不是要很快 好 我就給你一頁PPT 通通一頁PPT 可能只抱一分鐘 但是沒關係 我給你十分鐘 那你趕快就是 說你有沒有什麼亮點 那沒有的話 當然就是 下一位謝謝 她算是比較精明的那種 這樣可以嗎 等一下 黑人哥她很厲害 一邊講還一邊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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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她是今天這一集 因為有李堯大師在 她特別愛人 拍了 真的 就為了 真的 那TERRY呢 我覺得 我剛剛聽了覺得她好 你平常不是都很妖艷嗎 今天為什麼變這樣 走知性路線 現在走知性路線 因為都是李堯大師 因為今天有大師在 所以我想就是改變一下形象 走比較知性一點的 我也是 我也是 劉美的 劉美的高材生 沒有 然後就是我在 我在職場上的時候也是曾經 那時候一開始就是工作的時候也犯過很大的錯誤 在美國工作 對在美國的時候那時候也是有一次我們有一個產品 它是一個保養品 然後我們需要在實驗室裡面做測試實驗 它是就是像乳液那樣的東西然後放在容器 我們需要照它的就是溫度的那個承受力 結果不小心就是設定錯誤多設定一個零 然後是一個禮拜的實驗 就最後那個出來的時候連瓶子都溶掉了 所以我就是嚴重的影響到產品上市的時間 因為光了一個禮拜就影響到後面所有的東西 所以就被罵得很慘 然後他們也是講說 因為我那時候在部門是唯一一個亞洲人 然後他們就說我以為中國人都很聰明 他們怎麼會這麼笨這麼笨這麼笨 然後我就覺得很難過 所以後來我做事就非常小心 每一個美女都會找到解決這種笨蛋問題的方式 他們自己會找到 真的 大師看過最有效的方法是什麼 第一個先變成美女 第二個說哭就哭 我陪我的前妻拍過片 導演說哭 他立刻就哭不需要那個飲藥水都不需要的 說哭就哭 後來我就嚇壞了 他就發現所有的演藝人員 都 所有的演藝人員都不可以相信 因為他們的眼淚太容易了 所以你覺得我們演藝人員是比較沒有真感情的這樣嗎 幾乎如此 沒心沒肺沒肝 我不是屬於演藝人員 你是 你是 虛也好差一點 你是 你是 李老師我以前是球員 我現在還是球員 你知道嗎 我是球員 真感情 所以大師認為戲子無情這個說法是有天理的了 不能怪戲子 因為他那個職業太尖銳了 我記得以前鄧玉坤呢 鄧玉坤沒跳樓以前 鄧玉坤跟我講 他說 一個劇本寫成功了 回到公司大家開香檳酒 這個劇本寫失敗了 進門都不能理他 嗯 就這個演藝這一行 這個 太尖銳了 那我可以問大師一個問題嗎 因為我們知道大師是告誡了那個僑儲嗎 就這樣告人 那如果老闆告 老闆罵我笨蛋 我可以告他嗎 笨蛋 不構成告的理由 構成公然污辱的一個理由 嗯 可是法 我們法官是笨蛋 他很難證明這一點 哦 哈哈哈哈 呜呼 女威猛派大師 罵屁黑人 當場拆穿 可以讓我告訴你 我的目標現在76 再過十年86 再十年96 再十年96 再十年106 就跟 蔣介石的老婆 蔣送為領頭 哦 我還還婚30 你的目標是106歲 我覺得在我們李大師現在的精神 笨蛋 不構成告的理由 構成公然污辱的一個理由 嗯 可是法 我們法官是笨蛋 他很難證明這一點 我那麼喜歡打官司 你們不要誤會 我基本上都先調查別人的財產 調查被告的財產 調查清楚了 才會告 為什麼 他們沒有錢 你告他幹什麼 哦 你要他賠錢 我告立法委員告了214個 但是開玩笑呢 每個人只要賠一塊錢 基本上 打官司要賺錢 什麼話呢 是笨蛋 那小S他們家 你有去調查過嗎 我根本沒讓他賠錢 因為小孩子一嚇他 他就 所以你覺得 你覺得那次計劃是成功的 嚇他一下 是 我是幫小孩子打歌啊 因為我親自示範 我把我的財產全部給了我太太 所以我現在我太太花錢很小心 因為她花的錢是她自己的錢 我就給她了 所以她花錢很小心 好聰明耶 我叫小S丈夫 小S丈夫不說要把房子賣了 要幫小S打官司 跟我打官司嗎 我說不要賣房子 你把房子過戶給小S就好了 對 好好耶 他們不敢接受挑戰啊 可是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我把我的財產給我太太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我比我的小女兒大60歲 我比我的兒子大58歲 比我太太大30歲 身體健康喔 因為年紀比他們大 路差很大 所以財產對我 反正給他們比較安全 那大師師 你應該好好教育一下高林峰高大哥 真的 真的 你怎麼說呢 高大哥最近的處境 李大師有略質疑 可能現在 高林峰 想挽救什麼東西 可是現在把財產給出來 太晚了 太遲了 你認為 如果是換作現在 您是高大哥的話 你該怎麼處理 中國那句土話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讓他去吧 哎呦哇 這可嚴重了 這當然不是娘 是小娘 小娘要嫁人 娘要嫁人 大師的意思就是說 真的是 不要理他了 因為剛剛講到 你們被罵過笨蛋 對 但是你們現在有一些 也是小組長 他們也是算小組管 你們有沒有罵過 別人笨蛋的經驗 有沒有 當然有 哦 愛保養 你 你不是菜鳥嗎 你怎麼可以罵別人呢 菜鳥也是有熬出婆的時候啊 你這是幹什麼 他要讓大師知道我媽媽的講話 你講話你可以一開始舉手 菜鳥也要熬出婆的時候 我以為 這代表什麼婆嗎 我反應比較適頓 好好 你反應可不可以同時進行 人家以為我們那種類格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好 愛保養妳罵 曾經罵過誰笨蛋 同時啊 但是我不會直接罵他笨蛋 我會稍微有文化一點的罵 我說 你是春天一條蟲嗎 春天一條蟲 這是哪門去罵書 春天一條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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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就是有一天我突然發現我們家的採購 他對於就是進貨成本的概念很不清楚 那甚至到譬如說我就問他說 就是這是打幾則 譬如說 我問他說好 如果說你今天去百貨公司買一件一百塊的衣服 然後你用四十塊買到 那我問你這樣子你是拿到幾則 哇 好像小學生在考數學 然後結果他答不出來 可能是因為當下他太緊張 那就是因為他越緊張 越講不出話 我就越生氣 因為有時候會牙起來 你知道嗎 然後我那時候非常的生氣 我就 剛好看到旁邊有個公讀生 我就說來毛毛你來 我問你 如果你到百貨公司買一百塊的東西 然後你用四十塊買到 這樣子的話是幾則 然後那個公讀生就說 嗯 四則不假思所講出來 然後我就馬上轉頭去跟那個原來的採購說 你看連公讀生還在念書都會 你會笨到這種程度嗎 對 我就當下就這樣子脫口而出 可是事後其實我很後悔 我非常後悔 因為我覺得那是我沒有驕傲 所以反而我自己是笨蛋 好有責任感喔 我覺得你這個罵人的時候 是大家會被你整體造型嚇到 太有貨力了 太有貨力了 因為他頭髮太厚了 因為頭髮太厚了 頭髮太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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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是另外一回線 然後上捲針還要弄蛇蝦魔女 這樣子 是幾則是我的話 我說你說幾則就幾則 沒有啊 我講話就是就是論事 所以我講話會比較嚴肅一點 所以你會自我反思 我後來會想說 可能是我自己沒有驕傲 所以他才會這麼 連這麼基本的常序都沒有做好 那李大師 你有沒有曾經罵過別人 回家很懊悔 說我幹嘛罵這麼兇 我太聰明了 我跟別人不來往 我基本上跟別人都不來往 所以沒有機會罵別人笨蛋 那李大師會不會覺得很寂寞呢 沒有人了解您的聰慧 沒有人達到你這個層次 這就是莊子所說的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我跟天地來吧 真的知道 我在陽明山 我每個禮拜六天都住在陽明山 一個人住在個小房間裡面 那就跟自己說話吧 那你會格物置之嗎 你都不跟人往來了 跟別人不來往 聽不到聲音 可是這樣的生活 會不會很苦悶呢 有時候聽點這個音樂 古典音樂 可是不小心鄰居的狗會叫 會配音 所以我都不在音樂裡面有狗叫 會 李大師因為您現在已經76歲嘛 你會不會想要在之後的日子 改變一下生活型態 不能改 一改就死掉了 就從我們這邊開始啊 跟著我告訴我 我的目標現在76 再活10年86 再10年96 再10年106 就跟蔣介石的老婆 蔣宋美玲同歲 我還要活30年 你的目標是106歲 我覺得這樣我們李大師 現在的精氣神 是一定做得到 對 你是狗腿嗎 還沒血嗎 趙先生的精氣神一定做得到 沒有可是我要給李大師一點建議 他說 您都不跟人交往的話 你就沒有機會 找笨蛋來碼 你的精氣神呢 就沒有辦法 別忘記我坐牢的時候 也跟別人不來往 一個人坐牢 裡面白牆 我可以寫的歌 叫做 忘了我是誰 就我寫的 這首歌就是經典中的經典 我看你的眼 我看你的美 看了心裡都是你 完了我是誰 他的歌聲 大師評價一下 怎麼樣他 老師的歌聲可以吧 他的英文比 你唱得好 不過這邊在座都是七年級以下 有七年級生 你們知道這首歌 是李大師寫的嗎 不知道 那時候寫的時候 我在牢裡寫的 坐牢的時候寫的 對 那時候 那時候坐牢是很辛苦 當然一個人坐 坐牢不辛苦 沒有 現在 現在 真的有差 現在比較好 對 因為現在 真的是有差 因為我常常有去 關懷那個獸型人 獸型人 你常常在驚訝 不是 我有這個朋友 確實有蹬過 講清楚 那時候是真的是辛苦 真的真的 真的辛苦的原因 睡在地板上面 然後夜裡 都出來了 蟑螂 老鼠 強哥 最可怕的蜈蚣 蜈蚣 有毒的那個 腳很多的 會不會是因為那個時候的關係 然後導致你現在 再出來社會以後 都是一個人生活 性格孤僻 看人看不起 喜歡罵人笨蛋 都是跟坐牢有關 真的喔 我們改天 因為你去喝泡沫紅渣 你OK吧 我不喝紅渣 不是啊 我們讓你輸 看一下不一樣的人生 其實我看到了 我這麼聰明 這麼驚 我看到了 沒有 李大師 我們讓你real life 去夜店 你們太笨了 你們覺得 一定要有這個經驗 才了解這個事實錯的 你不可能爬到 喜馬拉雅山的聖母峰 來看西藏高原 因為你爬不動 你不可能到太空人 在月球上面 來看地球 因為你沒有這個機會 一切靠經驗 來做基礎 來做基礎 是錯誤的 要利用別人的經驗 好感動 感動在哪裡 我眼淚快掉下來了 好 那小貝 因為你 他也是流美的 然後我覺得你罵人的時候 應該也是蠻嗆的 我有罵過老闆 罵老闆的 基本上都是上個船的你 沒有 小貝 如果我可以證明給你看說 我的方法就是 比你的方法來得好呢 就是 小貝 你的方法不好 我告訴你 對付笨蛋老闆李敖請囊享受 食君之路 單君之憂 老闆說的話 為人稱之 一切都是 對的老闆 要什麼都好老闆 要狗屎嗎 狗屎老闆 應該一切都是要這樣的 我們的工作就是要讓老闆開心 老闆開心 大家就覺得在職場上這種 狗屁行為是對的嗎 有效嗎 要看有沒有效 如果我是女的我會跟老闆說 要上床嗎 對啦 要上床 這麼直接 簡單啊 也是問題 女的長得不是什麼樣的問題 那不要講這種話 但當然是 萬一碰到真的笨的老闆 他已經危及到公司的營運狀況的話 該怎麼面對會 那你要講那 你們救了嘛 你的領導人 是一個馬鹽酒那樣的人 救了自己的作業 不會講就好 OK 被我罵過老闆 罵老闆喔 不是 是因為我做事情喜歡簡單化 像說 OK A B C好了 我可以就是把B省略的話 我就會盡量去省略它 所以我做事情可能就有A到C 那 老闆他有一次就要改 改那個做事的方法 他說你一定要從 A到B到C 再給我加個D 然後因為他沒有直接跟我講 他叫我同事來跟我講 然後我就聽了 我說為什麼我們明明就是可以得到同樣的效果 我就 對啊 當下我就很生氣 然後一直罵說 為什麼要做事用這麼笨的方法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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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罵了一堆 然後後來是老闆應該有聽到我跟他的對話 然後後來就是私下就打內線給我 我就說 那沒關係 我們還是照你的方法去做 你們誰敢罵老闆的 這邊 幾乎是沒有 可是因為我覺得我是對的啊 就是 自己一個人不敢罵 就是會 就像說 我今天有事要跟老闆 要罵老闆的話 然後我們私底下就說 欸 紫綺 我們等一下開會的時候 如果你不敢先開箱 那我先開箱嘛 可是你一定要補槍 幫槍 有人幫槍嗎 就一定要先講好啊 旁邊的人說 你這樣罵老闆 真是我 好膚淺的字 幫槍 老闆你看看他 吃的是這種雜碎 老闆 我們問一下李大師 像這些上班族的小朋友 他們這樣子去罵老闆 您覺得 是妥當的行為嗎 當然不妥當 不妥當 可是你連總統都罵你 因為總統不是我老闆 可是如果我老闆 不是我可以告訴你 大導演李漢翔告訴我的 開玩導演的時候 不要跟你的女明星上床 上床以後啊 這個女明星就會罵你 他不聽話了 他不聽話了 你這個戲啊 就倒不好了 這是他的原則 不跟女明星上床的意思 所以就是主管的威嚴 是要維持在那 不能被挑戰的 所以 能罵老闆的人 基本上都是上過床的人 我可以證明給你看說 我的方法就是 比你的方法來得好呢 就是 你的方法 小貝 那方法不好 我告訴你不好 很多事情 人間很多事情 就有一個笨的方法 在裡面 看起來沒有用的 可是如果他不用的話 我們就對很奇怪 兩個人見面啊 我們說早 早 天氣好天氣好 吃過飯沒有吃過飯了 都是廢話 對吧 可是如果兩個人見面 這三種情況都不出現 兩個人瞪著眼睛過去 就發現兩個人間有問題 所以廢話的原因 所以你們老闆裡面那些城市啊 一定有個城市是有原因的 後來你是用什麼方法跟他證明 就是 因為我覺得說他多了那個step 對我來說是多餘的 所以他後來自己想想 可能是覺得說好像也是多餘的 就沒有用 我來幾個例子告訴你 以前我們的駐美大使叫做顧維軍 他在哥倫比亞念國際政治的時候 有一門課 必修課 礦物學 要學礦物學 他們就跟教務長抗議 我們是學國際政治的人 為什麼要學礦物學 並且還必修課 教務長告訴他們說 這就是教育的目的之一 人生會碰到一個東西 完全不喜歡他 也不認識他 也沒有必要 可是你必須把他克服 說老闆的城市裡面可能有一個就是啊 克服笨蛋的恐懼 所以我還是說服他了 雖然我還是贏 他現在在罵你了 你知道他是屬於 你可以做老闆啦 他老闆應該做回去的 對啊 因為在生活當中 尤其在上班的時候 你常常不免啦 會碰到可能你覺得是笨蛋的人 那你怎麼跟他共處 把他寫下來 來 茉莉先看一下好了 就是我覺得 專才或長才 你反思到這種程度 打女力表調回來 只是我把他 只是我把他放錯位置 現在這個位置 後來我發現說 他是幼保系的 我驚為天人 我想說 那我就把他放到教學這一塊 讓他去跟小朋友玩 後來發現說 他跟小朋友相處這一塊非常好 對 所以就是他 我就讓他 到了另一個坑去了 笨蛋基本上是沒有救的 唯一方法 唯一方法 你就買一本書送給他就好 聰肥也是喔 愛的教育嗎 對啊 我覺得是愛的教育欸 我覺得是 從他錯的地方 先簡單的跟他講一下 出自一種 同理心你知道嗎 對 對笨蛋的同理心 因為有些人其實罵他 他會越來越緊張 原本他做的好的 對 或許也是我自己笨 所以我覺得有同理性這樣 對啊 然後我覺得就是 慢慢的同理心 然後覺得 他會緊張 然後叫他做事做不好 你越罵他他就越做不好 所以我覺得從讚美開始 慢慢的去導陣他這樣子 李大師覺得讚美好 還是直接罵他 他的方法是正確的 就先跟他一樣 先跟他是笨蛋感覺他 你跟他一樣笨 然後再去 喔 用他的思維去跟他接近 這是英國首相邱吉爾的方法 他們一個酒席裡面 有人向他報告 說我們這餐具 刀叉都是一套的 有一個外國大使 偷走了一個瓢羹 偷走了 怎麼辦 也不能搜到身體 當時那麼多大廳廣眾 對 所以秋秋怎麼辦 他也拿了一個瓢羹 藏在這裡 走到他身邊 走到這個大使旁邊 跟他說 你是不是偷了一個瓢羹 偷了一個湯汁 你看 我也偷了一個 喔 哇 我們兩個一起 把它還回去 喔 一起還給 這個真的是厲害喔 這超速 所以那個人很自然的 也沒有酒嘛 就還出來 剛剛我們宋斐講的 其實韓義是一樣的 我覺得大使人懂我 散 如果做不到 如果做不到 就像 嗡嗡那樣子 閃閃閃 閃閃 因為我覺得 閃閃閃 對 因為就像大使講 有時候真的笨蛋 真的完全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教他 而且就像 我覺得有時候 在職場上工作 就跟當兵很像 當兵裡面總是會有很多 那種笨蛋 Sony 給大使舉一手看 他是醫生了 那你自己是用什麼方式 因為醫療 可能不能開玩笑 做錯一件事情 可能跟生命就有關 其實我們那個 手術房那個把關很嚴格嘛 可是我們有一個那個 尋佐就是很 他很誇張 就是他已經做12年 可是他老是就是 譬如說那個門 我們應該說 12點到1點半的時間 你不可以讓人家進來 可是有一些重要的人物 譬如說 就像李大師你的夫人 他可能要進來 幫你送個什麼 很重要的文件 然後他就會這樣子的門說 就意思是說 這個時間你不可以進來 然後他就會把你的夫人 擋在門口 然後後來我們就會跟他說 可是像李大師的那個太太 你知道我們這麼重要的人 你就要讓他進來 他永遠搞不清楚這個狀況 然後就有時候 就把我們惹到就是很生氣 然後我們也不會直接 罵他笨蛋 我們就會說 你真的有一顆很特別的腦袋 可是這也不能怪他 因為他分不清楚VIP或VVIP 對就是很特別 然後我就是跟他說 你真的有一顆很特別的腦袋 然後你這個人也真的非常特別 可是我覺得李大師現在出的這本書 我也覺得很好 因為他有時候把我們惹到很火的時候 我就直接把這本書送給他 他還是默默就坐在那裡 然後看著那本書就好 我們不要看他就不會火了 你知道嗎 他已經很久了 他已經很久了 問題是你做過他的以後呢 他東張西馬 那原來你們是別人不是他 這個有我 他知道被罵還不知道 對 沒錯沒錯 因為像Sony講的 就我們常常說 我們規定是死的人是活的 所謂笨蛋就常常說 是腦袋是醬糊 還是頭就是那個硬硬的 他不懂得變通 所以職場上常碰到這種事 那現在還有一種情形 就是說笨蛋 我們也不要用同情心了 我們用這個罵 把他罵醒了 用把他罵到醒 然後看他會不會有機會改變 小輩 你是喜歡罵醒別人的人嗎 我會跟你講一次 然後就是第一次我會跟你講說 這件事情要怎麼做 然後完整的帶過你一次 你第一次 OK 我想說那我已經教過你 你應該懂了吧 然後如果你第二次還犯同樣的錯的話 我就會開始罵 就想說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怎麼還做不清 做不好 然後第三 然後再到第三次 還是犯同樣的錯 我會也不罵了 就是很失望 那通常人家就是覺得說 也就是已經那麼 就是因為我做錯事情 讓你那麼失望 他就會真的 用心的去學習 你對待朋友也是這樣嗎 真的假的 對啊 我以前當軍中的排長的時候 預備軍中的排長 有一個阿兵哥 你才看到什麼是笨蛋 方向的時候 一個眼睛睜開 一個眼睛瞄準吧 一個眼睛睜開 一個眼睛閉起來 瞄準 他做不到 要爭 兩個眼睛全爭 照片全閉 他有障礙啊 不能 爭一隻眼閉隻眼 動不動 他是有障礙嗎 他是有 他就怎麼辦啊 講講不通 罵也沒用嗎 擺個撒龍巴斯 貼著眼睛 貼住 他就爭一隻眼睛 他媽是給的那個班長 班長還踢他一腳 懂不懂 他懂了 懂了 懂你媽媽偷和尚 這樣 懂你媽媽偷和尚 所以問題 需要解決問題 對笨蛋不能夠勸導 要給他解決 嗯 那現在講一下 就是有 跟老闆之間啊 就覺得嫌老闆笨的 有沒有曾經 想罵但不敢罵的 類似經驗 持君之路 單君之憂 老闆說的話 為人稱職 一切都是 對的老闆 你要什麼 都好老闆 要狗屎嗎 狗屎老闆 應該一切都是要這樣的 我們的工作 就是要讓老闆開心 老闆開心 我們就開心 在職場上這種狗屁行為 是對的嗎 有笑嗎 要看有沒有笑 如果我是女的 我會跟老闆說 要上床嗎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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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啊 解決問題啊 女的長得不是怎麼樣 怎麼辦 那不要講這種話 但當然是萬一碰到 真正笨的老闆 那已經危及到公司的營運狀況的話 該怎麼面對 有沒有方法教他們 等等 等等 那你就 你們救了嘛 你的領導人是一個馬鑫九那樣的人 結果之所以沒有 強調 連團CB發問 李大師巧妙回應 李大師覺得明年年初候選人 總統候選人中 誰是最大的大笨蛋 呃 是兩位還是三位呢 您覺得 有機會 如果要問笨蛋 我可以告訴你 不是單純 你喜歡吃 萬一碰到真正笨的老闆 那已經危及到公司的營運狀況的話 該怎麼面對 有沒有方法教他們 等等 等等 你被救了嘛 你的領導人是一個馬鑫九那樣的人 只有所有 閃掉了 嗯 我都不選他嘛 就沒辦法 我在這個節目裡面看過李大師說 台灣的選民全部都是笨蛋 太笨了 所以老師不會選出正確的領導人 你這樣話一出去呢 就罵了全台灣的民眾 你不怕影響到您輸的銷量嗎 我會怕影響到我的選票 沒有怕影響到銷量 因為我呢 我跟妳講個笑話 我這次要選文山區做立法委員 為什麼呢 就要打倒爛士堡 其實不是的 其實我是要打倒 文山區的著名馬鑫九 是馬鑫九的老巢 你是有戰略想要 所以才在那邊 擊倒荒蟲 打馬鑫九 那萬一選輸了怎麼辦 你聽我講 不是萬一一定選輸吧 爛士堡得胖 我問問李清源 我說 你評估看 上一次我問他李清源 李清源說爛士堡得14萬票 我說我呢 我呢 他說你可以得1萬票 得1萬票 嗯 後來 吳雨昇告訴我 說李清源 估計的不對 他說李大哥 我告訴你 你可以得2萬票 他得14萬票 賴士堡 我得2萬票 我是他的七分之一 我敢去選 你就知道我多了不起了 勝任啊 日期不可而不知啊 大家這是要尊敬他的guts 對不對 明明打不贏的仗 你還是要去挑戰 有沒有有種精神感去打 這是了不起的 可是這樣會浪費錢 浪費什麼錢啊 我選立法委員 還有的是錢 還有錢呢 很多一塊錢 上一次選立法委員 只花了25萬 20萬 給這個政府 他要登記費20萬 另外5萬塊錢 就全當選了 舉辦了一次演講會 就當選了 天啊 真的 我覺得台灣 我從來沒有什麼 流水溪 沒有競選同步 插車 沒有汽車 也不幫人家小孩子 也不幫人家狗 你覺得那些對你選票 沒什麼幫助 你就也不曉得 這是落伍的方法 對我們知道像大師之前 是從來不坐飛機的 所以您說您最愛台灣 你從來沒有離開過台灣 但我們知道後來 你也破例到了北大 北京去演講了 也接觸了大陸的年輕人 你看看大陸的年輕人 跟現在台灣的年輕人 有沒有一些些 差別的地方 大陸年輕人 比較 壞 台灣的年輕人比較 混 混 比較 頭腦不清楚 那你所謂的壞 要解釋一下 不然有些人會 壞就是平常在跟你好好的 一翻臉 他就是共產黨 平常與常人無異 吃飯聊天都很好 所以 一有厲害衝突 他就是共產黨 所以大師要讓你小孩去 打擊壞人 沒有 你小孩不是在大陸讀書的 像壞人學習 這樣會有點矛盾 像壞人學習 那你怕不怕你小孩 從內地回來 也很壞 我的意思是要學習 台灣年輕人太軟弱了 有些問題要解決的 比如說我怕坐飛機 後來解決這問題了 怎麼解決的呢 上了飛機以後 我再鎖定一個 空姐哪個最漂亮 然後呢 飛機一有變化 我就抱著她 跟美女同歸於盡 那後來有人問我 飛機這樣搖動 你是抱她還來得及嗎 我說抱她還來得及 就脫衣服來不及 不過我上次看到就是 李大師旋風喔 就到北京啊 然後所有的學生 是把她當英雄再歡迎 那同時在台灣當然也有機會 跟年輕朋友面對面 那我發覺一個事情 就他們很踴躍舉手發言啊 想要趕快去問李大師事情 今天有個機會 讓你們踴躍舉手發言一下 有機會嗎 他們可以問一些問題 你時間夠嗎 你給我的吐息 來免費夠嗎 我們盡量 在最後幾分鐘內 趕快 好 來趕快舉手 有什麼問題趕快啊 機會難得 莫莉直接了 好我想要請問李大師就是 呃 因為我們知道你的兒子 在你心目中的分量是很 就是你很寶貝他 那你有提過說 你疼愛小孩子的方式 其實有時候就是 偷偷塞錢給他 或者是直接匯給他 對 然後我在 你這本書裡面 前面有30張的照片嘛 其中就有三張是你 或者是你兒子的照片 對 那我想請問就是說 因為你的兒子現在也即將 呃 應該在不久的將來 一定會進入職場 讓人家說職場很險惡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呃 他進入職場之後 你會給他什麼建議 比如說如果真的遇到笨老闆 或者是笨同事 你會怎麼建議他 中國一句老話 人生哲學叫 和光同誠 就是你要笨 我跟你一樣笨 千萬不要單獨聰明 單獨聰明就是我的下場 做勞都要做兩次 不太好的 嗯 好謝謝 我們下一位宋肥 我想問李大師一個問題 李大師覺得明年年初候選人 總統候選人中 誰是最大的大笨蛋 還有 還有 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李大師 一直都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但是我相信李大師 這一輩子的情況 一定也有是笨蛋的時候 或者是笨蛋的一件事情 我想就是李大師可以跟我們 分享一下 讓我們有一個借鏡標 也是有這樣笨蛋的經驗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 關於明年總統大選的這個問題 目前為止有幾個候選人 都還沒確定呢 呃 是兩位還是三位呢 您覺得有機會 如果有人笨蛋 我可以告訴你 不是單數 就是附屬 並且一個人進男廁所 另外一個人要上女廁所 這兩個是笨蛋 那目前確定的候選人就兩位嘛 那我們今次要打贏了 笨蛋有兩位 笨蛋有兩位 一男一女 兩位 那萬一不小心真的有三位出現的話 怎麼辦 我們歡迎第三位 把票投給他 今天是來拉票了 你給幫他連署 現在連署啊 你覺得連署會過嗎 這樣 你就知道連署 證明台灣不是民主的 在84年 1995年 第二屆的立法委員 通過了一個法案 就是你要選總統 要有25萬人連署 還要交1600萬的費用 大家知道連署這麼困難 什麼意思呢 就是卡住你 不讓你來跟我們來選舉 像美國的民主 他就可以 你要選就選 沒有這種門檻 台灣有這種門檻 這門檻證明什麼 證明民主是假的 因為民主重要的就是 不記名投票 我投你票 你不曉得我是誰 哦 可是連署的時候呢 有25萬人身份證要貼上去 贏本 姓名曝光了 台灣的民主是假的 那剛剛還有後面一個問題 就是 他說這一輩子都聰明決定 對 有沒有做過笨蛋的事 你自己承認做過笨蛋的事 做過 我坐牢出來以後呢 很久沒有看到漂亮女人了 出來以後呢 就認識一個電影明星 給她結婚了 我認為那一次是色靈之婚 人生做了一次錯事 那有什麼好處 美女耶 對啊 可是代價很大 你付出了什麼代價 你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失去嗎 你天不怕地不怕啊 可是被女人做弄是很不愉快的經驗 不愉快的經驗 你有那段日子是不是 我知道李傲大師喜歡 纖細高瘦的美女 我們這邊哪一位會符合您的品味 這就是我聰明的地方 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公布答案呢 好 愛保養你來問一個 李傲大師曾經說過 聰明的女人一旦陷入愛情 就會變成笨蛋 那我想請問李傲大師啊 為什麼女人啊 一碰到愛情 她會變得這麼不睿智 拿我的朋友莫文蔚舉例好了 莫文蔚多麼了不起啊 現在她追求24年前的愛情 初戀的 24年前17歲的時候 那初戀的男人 他也重新結婚 所以我說她 用過去來追求未來 很了不起的 過去來追求未來 可是 我們能看好嗎 就不是唱出來別人 不是的 這個太冒險了 太冒險了 可是以她現在這個年紀 她再不追求的話 也許我們說青春是女人最重要的資產 問題 因為莫文蔚現在41歲 她就追求她 11歲的夢 被淘汰 我覺得 好嗎 那你身為好朋友 你會直接給她建議嗎 可是我是聰明人 我不會講 對好朋友 千萬不要講 她不要聽了吧 那你就上網 也不要跟好朋友 也不要 叫好朋友問 她沒有主動告訴你 因為今天很難得跟李大師 可以這樣面對面 你笨蛋 希望大家都能支持這本書 謝謝李大師 謝謝 謝謝小朋友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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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